在雲林又有球棒隊出沒了 帶刺童最近接連發生砸車案 这群球棒隊他们砸门砸车 连小朋友的玩具都不放过 甚至还开车冲撞 连撞了三次非常嚣张 球棒队打头阵对着叫车 怒挥了好几棒后患撞车组上场 撞车组在行动前还不忘叫自己人离开 接着倒退路助跑蹦低撞 一次不够再往后退加速蹦又撞一次 你以为结束了没有再撞一次连三撞 雲林球棒队近期接连出动 两派人马依似有纠纷 互持球棒砸车 好几名扼煞拿球棒狂砸 住家大门叫车连小朋友的玩具都不放过 甚至开车冲撞相当嚣张 而在新北则有两名男子当街上演全武航 拿安全帽狂揍头扭打护踹 两人下手都吵狠 冲突的起因是两人在路上擦撞 黑衣男子认为骑士骂他故意冲撞 还动手欧人把马路当擂台 接下来我们从欧人的景城中部综合报道 高雄有一名女子她喝了酒之后请代驾帮忙开车回家 但是到了家之后代驾把车停在路边 这个女子她自己开车进入地下室的停车场 警方发现这个女子她刚刚围停也没有打方向灯 上前拦查追到了私人车道上 这个女驾驶不断的道歉 希望警方能够放过她 遭警方带回依法侦办 这个女驾驶的朋友接获了消息 带着大型犬直奔派出所 遭到请出派出所外等待 她质疑警方执法不当 但是po文一出反遭网友狂轰 白色自小客违规停在路边 警方上前女驾驶往大楼地下室开 没有打方向灯 远景一路追进私人车道 连岸喇叭要女驾驶停车 小姐 你下次路边起步要打个方向灯好不好 对不起 远景一靠近发现女驾驶149家 你喝很多吗 对对不起 你说请代驾 我根本不要帮你叫她开到地下室停车 女驾驶表示自己有喝酒 但回家的路上请代驾开车 回到家后换手准备开进地下室停车 但短短距离已经涉嫌酒驾 女驾驶 可以放过吗 因为她跟我开代驾 然后因为我们地下室很宅 女驾驶遭警方带回 朋友听到消息 三人加一只大狗直奔派出所 但因为不是家人关系 遭警方请出所外 原PO怒吼 警方疑似执法不当 进入派出所质疑执法程序 警察拒绝我们进派出所 反遭网友骂声一片 前大狗是要干嘛 不相关的人被请出外面 其实真的很刚好 委屈讨派是要看人的 这一票支持原警 女驾驶喝酒请代驾 但违规停车没打方向灯 所以忙忙开车虽然只有一小段路 但还是涉嫌公共危险罪 警方依法将人送办 记者最后报道 国内近报首起境外卡炸车遗云 有一名黑帮背景的林姓祖贤 他找来底下的小弟 勾结汽车销售员 利用成员在海外取得 澳洲信用卡的资料 在国内疯狂的倒刷 买了五辆豪车 靠着境外款项下来的时间差 转卖车子 得手高达上千万元 受害的知名的日系车厂 在一个礼拜之后发觉不太对 赶紧报案 这个事件才曝光 霹雳小组 鹤响使弹破门攻坚 狡猾嫌犯拔腿狂奔 躲浴室躲卧房 却被警方揪出来 嫌犯糟糕 原来他们近是个神贵盗刷集团 拿着境外信用卡 跪一片车场 尖爆国内首起 炸车遗云 警察 不要动 不要动 集团收闹还想逃 立刻被压制 贼屋竟然还搜出子弹强支 原来他们仗着黑帮背景 把触角从国内 升到海外 狂炸知名日系车商上千万 信用卡扩款同意书 填填资料前就能轻松到手 原来嫌犯跟日系汽车销售的同学合作 盗刷买车不用实体卡 填写出面资料一秒交易 他们只要从国外取得高端客户的 澳洲欠账信用卡资料 在伪造身份当车主不到两个月 成功盗刷五台车 扣着信用卡向澳洲端勤款 时间差长达一周 车厂发现后遭已来不及 集团已经转卖 将车得手高达一千两百五十万元 一行人十岁智慧 疯狂盗刷 最后统统逃不过罚网 面临牢狱之灾 记者周嘉文 杜宇轩台北报道 周杰伦十二月将在大巨蛋举办四场演唱会 可以说是一票难求 现在网路上黄牛漫天喊价 现在更有诈骗集团竟然在脸书刊登假的征裁广告 宣称可以当作换取大巨蛋工作人员资格 还可以拿到公关票 疑似有四百名歌迷他们花了两万块 但到最后却是一场空 不过现在详细的案情警方还在厘清当中 天王周杰伦年底举办演唱会 十五万张门票秒杀 一票难求 周杰伦魅力无人党 大家都好想看 不止黄牛漫天喊价 现在竟有不肖业者动起歪脑筋 脸书下广告 将与偶像近距离接触吗 机会来了 能赚取不错的薪水 图片大大放上周杰伦 强调寻找演唱会活动工作人员 惹得歌迷好兴奋 以为遇到天上掉下来的机会 想不到这都行 这些网页它点进去 不只是要求你的个资 要写得非常非常的完全 甚至还会要求要有财力证明 原来有不知情的粉丝加入赖群组 对方说只要先会两万元 保证录取工作人员 还能获得公关票 签名合照等周边商品 粉丝心华怒放 会会照着要求汇款 也提供了银行账户 想不到对方拿到了钱 仅一秒人间蒸发 打了周杰伦的名号 猖狂诈骗曾说不求 广大粉丝就应该这么防范 不要踏入骗局呢 除了不就业者诈骗面临财罚 日前进方破获的全台最大黄牛夫妻大 贩售周杰伦黄牛票依法最高可处五十倍的罚缓 两人面临罚金恐怕高达六千五百万元 受害者的钱也不见得拿得回 提醒粉丝们还是睁大眼睛 才不会赔了夫人又惹兵 桃圆区中正路往炉竹的方向 在今天下午一点左右 有一辆砂石车跟铜像的自小客车 发生了擦撞 砂石车上载的污泥喷溅了出来 造成了道路还有自小客车都覆盖满污泥 看起来触目惊心 警方到场之后立即找来水车清洗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至于详细造势的原因 仍有待调查厘清 买房子除了要看房价 还要考虑地点还有周遭的环境 过去台北市的房价居高不下 但是现在新北市三重区 竟然已经追上了台北市万华区了 两者的均价大约落在66到68万元之间 专家建议资助的话选择三重 但如果要投资 建议选择万华区 台北市万华区 禁令台北车站和西门丁商圈 但随着屋林增加 整体价格逐渐递减 平均大约68万元 而在新北市三重 重化区新建房价及起直追 均价来到66万元 既然两边房价差不多 一边是台北 另一边新北到底怎么选 专家推荐自住的话选三重 三重本身它是具有重化区 棋盘式街道 街景会看起来比较舒适 而且屋林也相对新 部分的房子可以说是 基隆河的河景第一排 却又是北市的 大概是七折价左右 根据内卷部实加登陆资料 今年四月到五月 新北市三重预设屋的最高成交单价 早就占上八字头 五月更有八十八瓶中高楼层户 早已总加三千四百一十七万元 扣除车位 换算单价就要每瓶八十八点二万 三重房市火烫烫 房价一路标 新建案更传出 单瓶开价一百万元的新高价 不过也有专家从投资角度来看 选择万华 因为毕竟还是台北市门牌 而且捷运万大县正在盖 将大幅改善区域风貌 捷运力多是房市一大重点 购物人下手之前 还是要先确定自己的目的 留意环境走走看看再做决定 记者黄天耀曹文宁台北报道 中火二期环评通过 台中市长卢秀燕已经率先批评 环境部变成了污染打手 应该要降格才对 二号他再度开炮说国家有缺电的问题 才会有这样乱糟糟的能源政策 要人民用生命健康来换发电 台电的董事长曾文生再度透露说 不排除会再调账民生电价 让民嘴炮轰 错误的非核政策 还不知道要全民付出多少代价 中火二期环平通过 你增加四部燃气机组 但剩下的六部燃煤机组 没有拆除再也炮轰 万全是违反增一拆一承诺 台中市长卢秀燕 即日前怒向环境不失格 污染只增不减 如今再开炮 中火只增不减 然后变成全世界最大电厂 显示我们国家有缺电的问题 才会这样乱糟糟的能源政策 污染了我们的空气 影响我们市民的健康 还危害了国家安全 卢秀燕火力全开 杠中央 当过环保署长的赵烧康 也在脸书开呛 说民进党为了达到墓地 掩护台湾缺电酒精 只把环境不当橡皮图章 还讽刺民进党 逆全球减碳大势 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火力电厂 真是另类的台湾之光 王美花答应 美增一个燃气机组 你要减少一个燃煤机组 现在中央片面撕毁承诺 台中市民难道就要吞下去吗 台中肺腺癌发生率如此之高 难道跟空物没有关系吗 这个政府已经完全没有诚信 原来说要用爱发电 现在变成用肺发电 让人民冒着生命的危险 增加PM2.5的风险 朋友狂轰 中央错误能源政策逼地方买单 但是民进党厮守的非核家园 不止冲击人民健康环境生态 现在电价也可能要再上涨 台电董事长曾文胜透后 产业电价已经接近肺率天花板 希望民生电价在物价可以接受的情况下 能做调整 现在的能源结构 电费只有节节高涨 这个政府又不愿意恢复最便宜的核能 未来这个电价的苦 就是全民要一起承受 民进党就是死报 非核的这个生主牌 都是用意识形态治国 为什么要让人民来花钱 来弥补你们这些错误的官僚政策 会有调整民生电价的打算吗 没有 当电价已经三年四涨 政府电厂该议差疑又大挑票 百姓想问要大家用非发电 又掏空荷包的非核代价 到底还有多少 下班只想在家耍费吗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球每年有高达两百万人 是被拦死的 拦得下厨经常叫外送 懒得尿尿 懒得喝水也懒得运动 医生提醒 这些行为不能再纵容下去 因为下一步可能会让癌症找上门 上班一整天就像被榨干 根本没时间喝水上厕所 回到家也只想摊在沙发上 叫外送吃 更别说运动 上班就很累了 平常会叫外送吗 对 因为回家很多事情要处理 现代人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 下班时间就职小耍费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每年约有两百万人死于懒惰病 懒得上厕所 懒得喝水 懒得下厨 懒得活动 懒得动脑 连渐渐都懒得去 但你知道吗 这些行为统统很NG 懒得上厕所 轻则引起膀胱炎尿道炎 重则诱发肾炎 长期更可能导致尿毒症膀胱癌 懒得喝水 不止泌尿道感染 更会加速膀胱癌 找上门 懒得下厨 依赖外食除了高油 高盐 高糖 缺乏纤维素引发肥胖 也可能对肠胃造成刺激 引发大肠癌 外送热汤常用的塑胶带 满满塑化剂 容易引起肾衰竭大肠癌 和代谢症候群 要是下班太累 懒得活动 老鼠窝在家当沙发 马铃术也很危险 有6%冠状动脉心脏病 7%第二型糖尿病 10%的乳癌和大肠癌 都是因为活动量不足 或久做导致肥胖造成的 所以赶快起身动一动 别再揽下去了 免得癌症找上门 记者中程让曹廷喊 采访不到 台延绿能前董事长 陈启玉 他涉及光电弊案 台南地院在1号召开了积压停 陈启玉他却没有到庭 被质疑人是已经落跑了 但是日前谢龙介他曾经公开的检举 有绿营的大咖嫌疑犯要落跑 要求有关单位要超前部署 如今陈启玉他失联不见 再也就破红了 检调不是能够监听监控吗 现在是不是刻意放人 南检正办光电弊案 台延绿能前董事长陈启玉 涉嫌关上勾结 早倒生压 但1号召开家庭 陈启玉却根本没出庭 知情人士猜测 陈启玉可能已经做筒子 偷渡出境 身为绿营局系大将 陈启玉曾是高雄市副市长 在高雄地方势力雄厚 知情人士分析 诈骗集团数十人要搭转出境 都不是问题 何况堂堂潜副市长 如果真有犯罪事实 应该不会放过这次 可以逃跑的机会 但其实泄龙界早已失忌 回顾这段今天爆料 连书粉专不远了新闻还说 陈启玉落跑 泄龙界是先知 但是网友炮轰 明明已经当着部长的面 公开检举 要求有关单位超前部署 怎么牵扯上一的光电弊案 还会让人不见 我们的检调不是很神勇吗 都能够监听监控 结果怎么让这么大咖的跑掉 那外界感觉是 面对绿色的群柜 可能有放人的一个嫌疑 身为光电弊案 关键的旅游游动作 疑似潜逃出境 再也质疑背后可能牵涉 更多不可告人的巨大秘密 周末的黄金歌唱节目 新一集特别邀来了 创作鬼才郑静一 同场来尬歌 虽然他性情很直率 讲话呛辣 让医人们又爱又怕 但是一歌一开口 却是妙语如珠 毫无冷场 不只让全场笑声连连 也让节目嗨到最高点 中午歌唱节目 新一集推出 特别邀来创作鬼才郑静一 余晚辈们同台欢唱 性格直率 讲话呛辣的他 让艺人们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这三个人待会唱什么歌 都是一歌的作品 第一条《涉亚七》 《涉亚七》 爱做一棒的女儿女儿女儿 看大家绷紧神经 一哥不但开起玩笑 妙语如珠 让全场笑声连连 甚至在轮番演唱完后 准备点评时 尽早也忘记谁上过台 不好意思 一定要原谅我这个年纪大的人 周末黄金歌唱节目 特别邀请郑静一与众人尬情 全场笑声不断 热闹又温馨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